怪不得陈凯哥宁愿放弃倪婷也要选她 就陈宏这妩媚端庄谁招架得住啊 气质完全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既甜美温柔又不失大气妩媚 少一分不足多一分有余 所以说将方圆脸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连她儿子都直言喜欢她这种类型的长相 可能儿子都偏向喜欢妈妈类型的 如果我妈妈 想我妈如果年轻三十岁的话 那我肯定会喜欢长得像我爸一样 这个标准的确实太高了 怕不是单身几年都找不到 陈宏剧中的扮相要说印象最深刻的 还得是94版三国演技的貂蝉 她外表青春柔弱 仅用一个回眸就勾起了观众的保护欲 这扮相真的满足了我对貂蝉形象的全部想象 实在是太美了 那你知道她能演好貂蝉 可不是空有美貌的吗 我觉得原来的历史戏遵照就是她的历史性 比如说从说话呀 包括服饰 包括礼仪 行为举止 我觉得就更加尊重力 包括礼仪行为举止在内的貂蝉形象 她都做到了与历史一致 怪不得她的貂蝉如此的经典 陈宏最出圈的电视剧 当属她在大明公司中 饰演的成年太平公主了 这霸气又不是内敛的眼神 连少年公主的周迅都逊色几次 她优雅高贵的气质 让人为之惊叹 可真当得起大陆第一美女的头衔 怪不得当年陈改革宁愿和任劳任怨的倪平分手 也要去陈宏 原来真的有人一出场就是全剧战斗力的天花板 可润东在烈焰中演的咒王 一开场就以凡人之躯和黑龙打了起来 面对神族无休者的压迫 昼王为的人族不被人奴役 他向神族宣战 拼尽全力力战神族 战斗至最后一滴血流干 他也绝不倒下 45岁的和润东仅仅出场10分钟 就赚足了观众的关注 要不是主演的阵容足够强大 还真一架不住和润东这霸气磅礴的亮相 烈焰这部剧的装造和选角 简直和漫画《五更记忠》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和润东甚至比原漫画更有压迫感 他在烈焰中一个挥手 我们不禁梦回楚汉传奇中的项羽 项羽的选角也很牛 和润东一换上项羽的装扮 导演就傻眼了 他这一身健的肉 再搭配上盔甲 竟然比马还壮 这两米八的气场 尽显吸出霸王的骄傲 和润东简直是激起了所有男人的梦想 满足了所有男人对将军的向往 终于理解周王了 就这打击是问谁看了不迷惑 图战警察娇羞一笑 怪不得杨子也喜欢他呢 能在众多的男爵中杀出来成为正宫 没点颜值可不行 他可是全聚的颜值担当 要知道 杨子前妻都是男子扮相 全靠男打击俘获观众的芳心 每当向流欺负小妖 这小狐狸就委屈爸爸的跟在身后 真的太令人心动了 邓维可不止在剧中与杨子甜蜜 不否花剧中他俩也同样好客 看了都忍不住一目笑 邓维演了另一部剧 《我的岁月你是星辰》 彻底颠覆了你对霸总传统的认知 这小眼神太可爱了 身为霸总实际上却是个让人不省心的孩子 还真如他所说 偶像剧里的霸总只负责谈恋爱和发脾气 明明拥有超高的颜值 蒙起来只软糯的像只小狗 这反差感完全叫人把持不住 邓维可爱的不只是人设 他本人就十分软蒙 简直就是本色出眼 怪不得当年周王被打击迷惑的神魂变脑 当初理解不了 直到看到现代版的男打击邓维 才发现可爱的美男子这么难抗拒 谢谢 谢谢 好